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接下来呢 这个行情要怎么找我 接下来行情该怎么看待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昨天我们是怎么分析的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最近大家有上我们的这个 FB的粉丝团去看一下 我们在里面PO的文章 应该会知道 我们是怎么样对这个大方向 做一个分析的 先提个题外话 如果大家想要上这个粉丝团的话 不需要搜寻我的名字 你就直接打这个粉丝团的名字 你就能够搜寻到了 这是一个公开的 你要加入的话 你点进去都可以看得到 不过要记得进去按一个赞 好 回过头来 那我们到底在这个FB里面 这个粉丝团里面 到底是写了些什么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其中有一些重点 我们来看一下 先看一下第一个部分 我们说这是昨天PO的 先说现货的部分 每一天的成交量还是不足的 表示说市场的信心 仍然是非常非常疲弱 他不愿意进场 这个也是造成行情的 预政乏力的原因之一 目前看起来整体的态势 仍然是有利于空方的 这是第一点 目前还是空方占有优势的 第二点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虽然短线上 或许会有反弹的力道 但是上档的卖压 还是非常的重 不论从筹码面 还是技术面来看 都是空方比较占有优势的 目前看来仍然是一个 震荡偏空的格局 后续短线行情 若有走高的话 请你留意一下 急速拉回的可能 从这个话中 你应该可以 闻到一点点味道 其实我不否认 我也认为 今天应该还是会再拉一下 然后才跌下去的 从这个话中 大家应该可以听得出来 不过也确实 早上真的还是有往上拉 但是拉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短 后续大方向 到底应该怎么看 如果想要知道 后续大方向该怎么看的话 记得我们在最近 会举办一个 资讯交流的活动 在这个活动当中 我们就会告诉大家 这个方向到底应该怎么看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这是昨天就已经先告诉大家 方向还是一样震荡偏空 我们再来看一下 昨天还有po一张图 给大家看 就是这一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的这个日期 是到12月10号 对不对 这张图到底在告诉你什么 我们要告诉你的是什么 指数 黄色这条线是指数的变化 下面这些柱状体 就是这个三大法人 在现货的买卖超状况 你可以看到 其实现货的买卖超状的走势 跟期货指数的走势 是呈现高度的正相关的 高度的正相关 但是你注意看一下 为什么要把这两天框起来 我们看到下面这个数字 在12月9号收盘以后 三大法人卖超的累计金额是527亿 到了10号 也就是昨天 已经到了656亿了 你看到这增加的幅度 是超过100亿 大概是在130亿左右 但是昨天这个指数 只跌了多少 跌了大概30点左右而已 这很明显的这个幅度 是不成比例的 所以它在暗示你什么 它在暗示你说昨天指数 没有下跌真的是硬拉的 后续的上面的卖压 其实是没有消化完的 所以我们也在这个 那个分析方向的时候 也告诉你说 后续如果有拉高的话 你要留意会有急速拉回的可能 因为在现货卖超的幅度 真的还蛮大的 但是期货指数下跌的幅度 却没有跟上 所以要特别特别的留意 所以今天虽然早晨是有走高的 然后它又拉下来 不过这个拉回来速度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更快 所以还是要特别特别留意一下 行情的变化真的非常非常快 我们一直提醒大家 你一定要跟上脚步 行情变化快 如果你的手脚不够快 你没有办法及时的做出判断的话 要在这个当中抓到这个中间的价差 难度真的非常非常高的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收盘之后的状况 三大法人今天 在这个现货的买卖超状况 这是指今天单一日的累积状况 质益商是卖超了28亿 投信买超1亿 外资继续卖超85亿 今天三大法人合计卖超了112亿 仍然是出现这个偏空的景象 非常非常明显 这是单一天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累计的数字的部分 就是12月份合约 开仓以来的累计12月份 来看一下 累计到今天为止 质益商一共卖超了101亿 投信卖超了46亿 外资已经累计到509亿 三大法人累计起来 已经有657亿 所以不管是从短线上来看 拉到中期来看 甚至是在拉长一点 都一样 都是在偏空的态势里面 空方仍然是占有非常大的优势 来看一下如果在加季前一个月 把我们这个周期拉长一点来看一下 如果从11月份的合约开仓以来做累计的话 现在三大法人已经累计到了768亿了 所以同事朋友们 是不是应该乐观呢 现在不是应该乐观的时候 但是是不是应该要开始悲观呢 我也认为不需要过度的悲观 虽然现在空方真的是占有优势 但是我认为不会这么快的就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大方向的转折 它目前看起来仍然是一个震荡的格局 但是震荡偏空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这就告诉我们说中间后续几天可能还是会有往上拉高的迹象 但是要留意一下 它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急速拉回 回到它原本震荡偏空的格局 这一点要特别特别留意 总而言之行情变化的非常非常快 你一定要能够跟上它的脚步 这一点才是重点 好 这个大方向我们讲完之后 就要来讲到今天的盘了 今天的盘大方向能不能够判断呢 还是可以的 来看一下 我们是每天都会告诉大家说 有三个点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看一下 昨天我们提醒大家 最重要的是在这里8122 如果跌破的话 偏空看待 这个应该是很轻松就能够判断了 那如果站上去 就会有两种状况 一种状况就是盘整 如果盘整的话 就会很容易在这个区间里面来回震荡 如果是往上突破的话 就偏多看待 所以方向能够掌握住的 那今天开盘一直到收盘 到底是什么状况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行情走势 来看一下 今天开盘的第一根K棒 它是站在8188的上方 所以是要偏多看 没有错的 我们要跟大家说 找盘我们也确实是做一个偏多操作 没有错 但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能够抓到转折发生的时机 我们说过做错一定都会有 但是你不能一直错下去 你要能够及时的修正方向 怎么修正 转折 如果你能够抓到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的话 那我相信你今天应该不会一路的一直抱着多操 甚至它一直跌 你还一直加码 一直摊平 你还以为它好像可能止跌了 然后会开始往上弹 只要它一拉上来 我加码了这么多多操 我是不是就能够一把全部赢回来 对不对 但是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是不是正确的 不是 投资朋友们 什么时候该做加码 看对的时候才能做加码 看错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做一个加码的动作 为什么你今天会在错的地方 错的时机做错的动作 因为你跟不上行情的变化 因为你不知道现在行情到底是什么状况 它到底要偏多看 还是要偏空看 这时候的力道到底是很强 还是很弱 这些细节如果你能够掌握得住的话 我相信今天在一直往下跌的过程当中 你绝对不会去加码多单的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特别留意一下 做错一定有原因 我们要正面的去面对这些原因 把它解决了 这样日后你的操作才会越来越顺利 如果这个原因一直存在 而你一直不愿意去面对它的话 怎么可能会赚到钱 价差出现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会掌握到 不是吗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次今天的画面 没有错 我们早上也是做一个偏多操作 但是我们说过了 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不一样的地方在 我知道转折发生的时机 今天如果在这边有出现转折讯号 如果有出现转折的时机的话 我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做出修正呢 我还会不会一直抱着多单 拉下来好像只跌的时候 我又再加码 拉下来再加码 结果你一直加码 一直加码 加码到最后 它还跌破了 今天不就损失惨重了吗 所以你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你要想清楚 你要正面的去面对它 解决它 对不对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早上抓到转折之后 如果能够抓到转折 拉下来 其实今天有很大一段时间 都是在这个区间里面做震荡的 到了这边大概尾盘的时候 跌破了812 它才继续往下走的 所以能够先知道点位 还是可以掌握到方向 所以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 操作的重点到底在哪里 我们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 我们在讲这些东西 不是在炫耀说 我们有多专业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要能够赚到钱 怎么赚到钱 你要用对方法 用对方法 你才能够掌握到 转折发生的时机 当然 怎么样跟上行情变化的节奏 怎么样去抓到转折 接下来我们就来告诉大家 怎么做 很简单 怎么样跟上节奏 利用追加力道 来我们花一点点时间 简单的介绍一下 追加力道 追加力道说的就是说 在一根K棒的时间里面 把最高价到最低价 平均分成四个等份 如果在最上方出现红色讯号 它就告诉你 这里的成交量是最大的 那它要告诉你什么 它要告诉你说 这个时候是在追多丹 而且这个时候 多丹的力道是非常强的 请你偏多看待 很简单 但是如果它转弱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粉红色的讯号 就在次高的位置 告诉你在这里的成交量比较大 因为大家已经不愿意 追在更高价了 所以看到粉红色讯号 就告诉你说 多方的力道转弱了 这是多丹的部分 非常的简单 再来看一下 空方的部分 道理一样 方向只是相反而已 如果是在最下方的区间 出现绿色讯号 它就告诉你说 这个时候 大家都在用更低价 追空单 所以这个时候 追空的力道是非常非常强的 很容易判断 如果空方力道转弱的时候 就是出现蓝色讯号 它就告诉你 不愿意追在更低的价格 所以这个时候 空方的力道 有转弱的迹象 所以投资朋友们 你先去思考一下 今天如果追加力道 是连续出现粉红色 或是蓝色 我们再来看一次画面好了 如果今天追加力道 是持续出现这两个颜色 它是不是就很明白的告诉你 这是一个区间盘 是一个震荡的盘 是因为多空双方都很弱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要不要在里面 冲进冲出的 就不要了 如果你还能够知道 支撑压力在哪里的话 我相信今天 你应该不会去加码多单 而是去做一个偏空的操作 为什么这么说 接下来我们就来带到重点 今天到底应该要怎么样做操作 才能够抓到最大最大的价差 很简单 你只要能够看到转折讯号 刚才已经跟大家讲完 追加力道 追加力道 你已经知道怎么使用 接下来就要告诉你 转折怎么抓 很简单 来看一下字卡的部分 就两个讯号而已 一个是红色的给多单使用 一个是绿色的给空单使用 这个箭头这样子的方向转弯 你应该看得很清楚吧 它告诉你是空转多 这个箭头是不是先上再下 它是不是很清楚的告诉你 它是多转空 所以今天就要靠这个讯号 来做一个转折 来做一个修正 今天能够看到这个讯号的话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 即时修正过来的 因为它很明白的告诉你 这就是一个多转空的转折 发生时机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电视的画面 今天找盘确实没有错 我们是做一个偏多的操作 但是到了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出现了一个讯号了 它是一个绿色的向下箭头 你应该很清楚 它要告诉你什么了吧 它是先上再下 是不是告诉你 由多翻空了 这是一个多转空的转折 对不对 而且我们把镜头 把这边放大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追价力道的变化 这根K棒是红色的 告诉你多方的力道很强 但是下一根K棒 变成蓝色 开始在追空单了 这样子的变化 你应该很清楚吧 一根K棒的时间里面 你就能够掌握到趋势的变化了 它是由强力的多方 转成空方 这样的变化 你应该很清楚的就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做什么动作 出现了标准的 多转空的转折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 把多单 做一个平仓的动作 反手做空单 这一段我们有一点小亏损 不过那个不是今天的重点 重点是从金这里开始 这时候告诉我空单进场了 我们把这边放大一下 这里收盘价是在8191 这根K棒的收盘价是在8191 8191在这边做一个空单的进场 我们把镜头往后拉 来看一下后续的变化 在这一段时间开始 其实它还是一直出现震荡的 这个时候你就要留意一下追价力道 等一下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时候它杀下来有出现转折 但是你留意一下 我们把这边放大一下 这个时候的追价力道是出现什么 多空接弱 它是一个弱势转折 之前我们也跟大家介绍过 既然是一个弱势转折的话 你就先不要动作 先观望一下 我们把镜头拉远一下 先观望什么 先观望一下上面的压力 它有没有办法突破 如果它没有办法突破的话 我们继续偏空看待 因为这是一个弱势的转折 所以我们仍然空单在手 一样它马上就转来转去 其实这个时候 转折发生的还蛮频繁的 所以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一下 它到底是一个强势转折 还是一个弱势转折 一样 这边是不是告诉你了 都是偏空 都是弱势转折 所以你空单 请你好好的握在手上 因为这个时候 还是偏空有利用 虽然它会往上拉 但是你留意一下上面的压力 它如果都没有突破的话 请你继续做一个偏空看待 所以这段时间虽然有一点复杂 但是你只要用对方法 你就能够掌握到方向的变化 所以是不是能够安全的一路 走到了这里 所以这段先把它掌握住 什么时候该下车 来我们把这边放大一下 让大家看清楚 这个时候当行情拉下来的时候 出现了转折线的支撑 它的位置在8411 看得很清楚 不是这个数字 是这个数字 8411 这条线 这个是支撑8411 然后该怎么做 我们来看一下字卡 大教室是怎么提醒你的 来看一下 这边写说 请你留意点位 8144 10.05分的时候提醒你 然后告诉你说 如果没有跌破8411 意思就是说 如果站上8411的话 而且追加力道空方有转弱的话 请你将空单平仓 然后留意区间 所以你看懂意思了吗 如果下一根K棒 没有跌破8411 我们就平仓走人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根K棒发生什么事情 来注意 我们再来看一次 好 我们就这样 把这边放大一下 让大家看清楚 这里要是8411 再看一次 这条线是8411 我们说如果它是站上去 8411的话 我们就平仓走人 下一根K棒发生什么事 它跌破了 很明显吧 是不是 收在8133 那我们要走吗 先不要走 对不对 因为它根本没有站上去 而且我们把镜头 稍微往下拉一下 这个时候追加力道 它是什么颜色 它是绿色的不是吗 是不是告诉你 空方力道还是很强 支撑它撑不住 力道还是很强 那我们继续把空单 抱在手上 所以接下来这条线 非常非常的重要 8144 如果你能够在盘中 及时的知道 支撑跟压力在哪里的话 当趋势出现的时候 你就能够掌握住了 你就能够知道方向怎么判断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次 后续是不是很长的 一段时间都在盘整 然后我们也告诉你 这个原本是支撑的 它现在变成压力 8144 好 我们后续看一下 它到底有没有 往上突破这个8144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一直被压在 8144的下方 对不对 所以你的空单 要不要急着出场 不要等它往上突破 8411的时候再说 就是这条线 画面中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 有突破的时候 我们再走 没有突破的时候 我们就继续的 抱在手上就好了 我们说的都是在收盘的状况 虽然上影线 虽然有点碰到 但是还是压回来 所以你不需要太担心 如果有突破 我们再走 但是它一直没有突破 它不但没有突破 它还一直的往下走 所以今天 你除了能够抓到 空单的最佳进场点之外 你是不是还能够抓到最大的波段了 对不对 剩下后面一点点K棒 我们把它跑完好了 来我们继续看一下 后续行情到底是怎么走 你可以注意看到追加力道 一直开始连续出现绿色 告诉你空方力道真的非常非常强 一路的走到收盘 来我们把这边放大一下 收盘的数字是多少 收盘的数字是8071 所以好我们把镜头往后拉一下 所以再来看一次 今天如果能够抓到转折的话 它能够帮助你什么 第一点 它能够先帮助你修正方向 第二点 它能够帮助你抓到最佳的进场时机 就在今天这个转折发生的时机 如果前面有做多单 在这边记得要做一个修正 然后反手做空 因为它是一个多转空的转折 然后就一路的一直往下爆 当你发现它没有办法往上突破 上面的压力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能够一直抱着你手上的空单 一路抱到收盘 所以今天最大的一段价差 能不能够掌握到 绝对是可以的 只要你用对方法 所以投资朋友们 抓转折重不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再来看一次 当转折发生的时候 收盘在8191 也就是这个位置 然后一路的空单抱着到收盘8071 所以这么一大段 今天是不是可以掌握住了 方法有没有很困难 一点都不困难 所以投资朋友们 做错是难免的 但是你要记得要学会 在盘中及时修正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修正 怎么办 没有关系 我们在最近会举办一个 资讯交流心得分享的活动 请你留意一下 广告当中的资讯 我相信这个广告当中资讯 一定会对你日后在企业商的操作 非常非常有帮助 如果你想知道 后续重要点位在哪里 大方向怎么看 转折应该怎么抓的话 记得在广告时间 打一通电话 进来先做个报名的动作 好 现在今天行情部分 最关键就在早盘的油红翻黑 但后续来说 就筹码部分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趋势来回震荡 行情变化快速 及时掌握盘式 一雪就会 12月13号台北 张老师与您有约 02-2506-8911 02-2506-8911 健康若持续三高 虽然不会感到痛苦 但也容易失去警觉 一步步走向 洗肾 节肢 中风的风险 不但自己受苦 还会连累家人 请养成自我量测血压 血糖的习惯 善用云端管理资源 让自己 家人 医生 同步关注健康指数 协助您远离慢性病 自我量测防山高 健康幸福 免烦恼 趋势来回震荡 行情变化快速 及时掌握盘式 一雪就会 12月13号台北 张老师与您有约 02-2506-8911 02-2506-8911 老乡 你老鬼老 不过震荡 当然 现在台东市政府 又补助我们装假牙 不仅如此 连我们各阶段的照顾 都有妥善的安排 是什么 从你健康时的生活 学习到 常情快乐学堂 甚至建立社区照顾的体系 就算是需要长期的照顾 政府都准备好了 那这样我们就不用烦恼了 对啊 全台首周票房冠军 Promise me Come back Promise Over 白京传奇 怒海之心 现正热映中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趋势来回震荡 行情变化快速 即使掌握盘式 一雪就会 12月13号台北 张老师 遇您有约 02-2506-8911 02-2506-8911 02-2506-8911 欢迎回到谷海大林家 台北股市连结了四天 最关键就在于外资的部分 四天卖销就超过了400亿 今天同样也是站在了卖方 当然在期限货部分 是操作不同调的 这个筹码部分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赶快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 剩下一段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 先看期货的部分 看他们的筹码变化 来看一下 自营商 自营商今天是偏空操作 把多单回补了1800多口 但是目前手上还留有近多单 900口左右 来看一下它的成本 是在这里 那结算价是在这边 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在赔钱的 当然它也缩小部位了 那部位不大了 所以自营商的部分 我们就做一个中性的看待 这是自营商的部分 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投信的部分 投信今天是持续的加码了这个空单 加码了274口 那个幅度不是很大了 但是它的净空单水位还是很高 有8600多口 再来看一下 红色这一条线是它的平均成本 那今天结算价在那边 可以看得出来 它越赚越大 既然它赚了这么多 水位又很高的话 那在投信的部分 我们就持续做一个偏空的看待 最后就来看一下外资的部分 外资是最诡异的 今天竟然是加码了多单 3800多口 目前近多单的水位 又有往上升 有14000多口 但是你来看一下 它的平均成本是在这里 结算价是在这边 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平均成本是在赔钱的 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看起来好像 它是要继续吃 我们这个国安基金的豆腐 而不是真的 要做一个偏多的操作 所以在这个时刻 行情的变化真的会非常非常快 你要小心留意一点 后续变化到底是怎么样 它一定是一个震荡 非常非常大的格局 如果你跟不上节奏的话 记得要想办法 让自己武装起来 不要轻易的受伤 这是三大法人在期货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最近的行情真的会越来越难操作 而且它的幅度会非常非常大 如果你一不小心走错方向的话 你的亏损会很容易变得非常非常大 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就要留意一下 因为我们会在最近举办一个 资讯交流心得分享的活动 所以请你留意一下广告当中的讯息内容 怎么样才能够跟上行情变化的脚步 怎么样才能够抓到转折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做错人人都会发生 但是那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不要一错再错 怎么样才能够不要一错再错 就是及时的修正 你只要能够抓到转折发生的时机 就算今天我们找盘 好像有一点偏多操作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很早就发现 转折已经出现了 既然转折出现了 我们就能够做出及时的修正了吗 所以这一点重不重要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转折怎么抓 你不知道怎么修正方向的 投资朋友们 记得把握这个机会 我们在最近会举办一个资讯交流 心得分享的活动 请你留意一下广告当中的资讯内容 我相信这个资讯的内容 对你日后在期货上的操作 一定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这段时间一定要安然的度过 后续当大方向大行情来的时候 你才有参加的权利 因为你本金就能够保住了 所以记得打一通电话 进来先做一个预约 所以下个礼拜来说 接下来的行情 今天跌破8217之后 落在8000到8217当中 来区间震荡 不过下礼拜很关键 即将美国要升息了 这个行情的后市走势 要正式摊牌 观众分析投资界所见我们的节目 也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by bwd6